为了提倡宗教交流 国际佛光会的纽泽西协会 日前应邀代表佛教参加的是 圣玛丽山天主教堂所主办的跨宗教座谈 包含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等 30位的宗教人士 透过了线上会议的方式来分享 信仰对于疫情期间的注意 不同宗教信仰也能以中求同 国际佛光会郝乐维谈讲师 代表佛教参与跨宗教座谈 与各界宗教人士畅谈信仰心得 郝乐维也以星云大师不畏并魔的经历 勉励大家翻转思想 各界宗教代表也透过镜头 感谢前线防疫人员 一同祈求世界和平 让不同宗教也能同体共生 人间卫视美国纽泽西总和报导 感谢前线